诶 吃啊 这个甜点很好吃 幽默的演讲风格 深受学生爱戴 英语系助理教授陈建龙 受邀到世兴图书馆开奖 谈东西方的饮食研究 泡满的人潮都是慕名而来 我自己心中期许 大家可以获得的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希望大家在逃避期中考的同时 得到一些书解 然后来听一些食物的趣味 那第二个就是 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演讲 贩卖西方对食物的看法 让大家知道 其实食物可能是一个 人类社会观察的切入点 而不是直接讲美食有哪些 或怎么吃 怎么喝 关于饮食研究 陈建龙说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题目 所蕴含的三大特点 足够吸引人 这也是他的焦虑所在 讲这个题目 我最大的焦虑就是 这大概是所有能讲的题目里面 可以最不致的选择 对于东方的人 或者是文人而言 他们都可以信手拈来 这是我的生活点一 或者是给我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然后我就可以写 西方它不是 达人素人交流坊 邀请优秀教师 分享自我兴趣和研究 让学生在课后 也能跟老师多多互动 东西饮食大不同 趣味结合知识的交流 让图书馆成为师生分享生活经验的绝佳空间 校园记者 彭琴廷胡浩晨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